新不如旧 电视剧续集幻角引发观众不满,口碑直线下滑 《狼牙榜》第一部播出时,以其精良地制作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然而,到了续集《狼牙榜》之风起长林,主演阵容却大换血,许多观众对此表示不满 新演员虽然尽力表现,但始终难以超越原班人马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导致口碑大跌 《大宋题刑官》第一部以其紧凑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然而,续集《大宋题刑官》二却因为主演换人,导致剧情和角色塑造都大打折扣 观众普遍反映,新主演的表演缺乏深度,难以与第一部相提并论 《无心法师》第一部以其独特的题材和精彩的剧情吸引了大量粉丝 然而,到了续集《无心法师》二,主演换人后,剧情变得拖沓 角色形象也失去了原有的魅力,让观众大失所望 《环珠格格》作为一部经典古装剧,其前两部都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然而,到了第三部,由于主演阵容的变动,新演员的演技和角色塑造都难以与前两部相提并论,导致观众对这部续集的评价普遍偏低 这些电视剧续集因为强行换主演而口碑大跌的例子告诉我们,演员的选择对于一部作品的成功至关重要 制片方在决定更换演员时,应该充分考虑观众的感受和期待 慎重选择能够胜任角色的演员,以确保作品的质量和口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